近日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就优化高中四个核心科目向学校发放问卷调查 这其中就包括备受关注的通识科改革方案 日前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赵佳在接受中心社记者连线专访时表示 近年来的修理风波与社会动荡将香港青年的教育问题推上风口浪尖 他指出当前的通识科教育存在很大问题 改革势在必行 过去一两年你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包括很多教师自己都心存偏见 不能够接受其他人的意见 现在有不少通识教育的老师 甚至是策动了一些学生参与一些所谓违法暴力事件 我所知道就是有不少通识教师 很多时候利用他给了偏颇教材 在没有货本 没有饭本 没有规范情况下 就容易被部分教育使用来作为一个政治官书的场所 和令到部分学生都能走向歧道 据涵盖课程建议的咨询文件显示 该科目的课程理念包括培养学生具备广阔的知识基础 理解当今影响个人 社会 国家或全球日常生活的问题 成为有见识负责任的公民 认同国民身份并具备世界事业 尊重多元文化和观点等 学习成果则包括了解香港特区的限制基础 与国家的关系及国家的最新发展 从而探究两地互动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等 对此 刘兆佳认为 该科目的课程改革不仅对香港青年的未来发展有帮助 更是对一国两制在香港的行稳志愿有所注意 所以如果你说学生多地了解国民制 多地了解国家的发展 实际上不仅对国民制日后全面全国实施有帮助 谈及新通知科课程中加入内地考察的内容 刘兆佳表示 当下部分香港年轻人对两地关系的理解存在偏差 希望改革后的新课程能对此进行纠偏 现在逼着斗战青少年有些错误的理解 所以不以为香港不需要依靠内地就可以谋取发展 个人不需要依靠内地就可以得到个人发展 认为香港不只需要依靠西方国家支持就可以得到发展 这些所有错误的观念就令到香港人包括年轻人 将香港与内地对立起来 而看不到彼此之间的利益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所以香港年轻人一定要通过这些新的通知教育 必须明白到在新的香港与国家发展的状况底下 我们必须拥抱国家发展 来确保香港日后和香港人自己有发展机会